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最近这几期我们都讲到了在中国的文革2.0 就是对娱乐圈 对娱乐明星的大面积的这种限制封杀 把很多涉及到政治不正确的人都把它说成是有劣迹的艺人 所以说要进行全面的封杀 不允许大家看到他们的出现 他们的作品也都被下架 他们的名字也被删除 就是完全把他们抹杀 这种文革批斗的形式开始在中国的不光是娱乐圈 在我之前讲过了自媒体 只要在网络上稍微有一些影响力的 有些受众的这些内容都要进行打压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也要进行打压 我上期没有讲漏掉了 党媒央视和光明日报都发表过类似的内容 就是警告大家要小心丹美文学和丹美文学所改编的丹改句 什么意思呢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 这个丹美这个词来自于过去的日本 是受到了日本动漫的影响 丹美这个词直接翻译过来 实际上叫做唯美 就是喜欢美的事物 那么丹美的文学或者丹美小说 那么主要强调的就是这里边的人物是美男子 而且是美男子跟美男子之间的感情 牵涉出一些什么玄幻 武侠历史推理悬疑等等 其实就是炒CP CP就是couple 就是这个剧里边有两个男主 然后之间的各种的这种恩爱情仇之类的 那么这种小说叫做丹美小说 然后很多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那个改编呢 就不把这个男男之间的这种感情 同性恋放在上边 他给改成了兄弟情 总之就做了一些改动 更贴近主流的一个价值观 然后出现在屏幕上边 所以丹美剧或者是丹改剧 现在在中国大陆很火 像这个陈情令就是其中一部 那么据说呢 在同一时期准备上映的 和正在拍摄的 和已经上映的这样的作品 高达60多部 就是这种丹改剧 那么很明显 就是大家很喜欢看这样的剧 受众很多 特别是以女性为主的受众 其实这很好理解 谁不爱看帅哥 但是大家还是要区分 丹美小说跟丹改剧之间的差别 丹美小说就更多的是一种小众文化 而丹改剧是把小众文化 把它进行改编之后 变成大众文化 总之这就是今天中国的 影视娱乐行业的一个现象 我之前讲了这受到日本的动漫影响 而动漫就专门有这么类似的这样的这些作品 但是在中国呢 却由党媒 由官方的媒体进行批判 光明日报报道的标题 丹美作品改编盛行 带篇大众审美 他一开始讲说现在有很多人去投资 做这个丹美剧 制片方赚了很多的钱 说他的吸金的潜力跟流量是非常大的 除此以外呢 还有就是媒体采访 杂志拍摄 短视频制作 说也加入了这个蹭丹美文化热度的队伍 然后他讲到这里边 中国女性消费群体非常的庞大 他们现在就是更多的去追剧去看偶像 把这个排在他们消费选择的前列 契合了女性的情感 审美 关系等方面的诉求 其中还有部分人变成辅女 什么叫辅女呢 就是他们的参与度跟忠诚度更高 追剧科剧 后者加入粉丝群 购买周边产品 购买明星代言产品 甚至对一些视频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后面呢紧接着就开始批判了 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是一个畸形的审美 说这些美男子都是太阴柔了 这个是对男性的错误的认知 他说单改故事大多远离现实 有些年轻受众 却将其与生活混为一谈 产生不以结婚跟繁衍为目的的真爱之类的偏颇认知 然后他最后讲说 各方均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引导单改作品 以更加正面积极的姿态 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除了这篇报道以外 还有另外一篇报道也是继续的去批判单美作品 比如国民日报还发了一篇文章 叫做警惕单改剧把大众审美带入歧途 他其实讲的也是类似的观点 继续的去批判 他一开始也是说 这个单美剧 说是屯榜什么南南CP这些占据社交平台话题排行榜 实际上已经将单改剧流量化商业化 扰乱了网络环境跟秩序 如放任其发展 必然对主流文化跟主流价值产生冲击 将大众审美带入歧途 导致三观跟着五观走 最后他说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 说电视剧创作要始终聚焦主流受众和主流价值观念 畅想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我怎么讲都有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你必须允许一个小众文化的存在的空间 或者说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人 他们的喜好 是不能够去干预 去限制的 因为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 他们审美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 有些人就是爱看这样的小说 就爱看这样的电视剧 你没有权利去限制它 去封杀它 甚至不让它播 如果我们要讲市场经济的话 就得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 对吧 就是应该有一定的自由度 政府是绝对没有权利去干预人民 他们想看什么 想听什么 他们想创作什么 对吧 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这不是由政府说了算 更不是由一个执政党说了算 否则的话 你就是一个专制社会 你限制人们的思想 限制人们的看到的 听到的 甚至把人们的价值观念 也固定在某个地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过去我们也有一些小众文化 像武侠剧就是一个 比如在香港 还有什么三级片 对吧 古惑仔 这些都是小众文化 但是有小众文化 确实也有很多人愿意看 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操作 只要它设定一个最低的范围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有一个底线 太过色情 太过暴力的 就是不行的 就要不然分级 你有分级制度 对吧 然后什么样的片 才能够进入电影院 或者有些电影拍了之后 那就是谁爱买谁买 对吧 你只能是发录像带 或者在网上人播 这个标准只是个最低标准 如果这标准太高的话 就限制人们的创作自由 跟观看的自由 所以这个拿捏是要很清楚的 任何一个正常的成熟的社会 人们是有评判标准的 人们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就是他们能够分得清 虚构跟现实之间的差距 也可能有人分不清 或者是有人会混淆 但是这些人肯定是人口比例当中 极少极少极少数的 你不能把这个极少数的人 他们受到的一些负面影响 把它无限的放大 就把它好像变成了这个作品 本身它的罪过 它的罪行 它的不应该存在的理由 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说光明日报这篇报道里面 就特意达出所谓的辅女 真正的辅女的比例有多少 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要把这个小众文化当中的 一小部分比例 拿出来来说事 这样的话就可以挥舞他权力的大棒 去限制和打压这些创作了 所以这个是值得警惕的 这是第一点我讲的 必须给予创作自由 不能够侵犯人们的观看这些节目 观看这些作品的权利 第二就是这个社会确实有一些 小众文化 似乎对这个社会整体的环境 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他们是有存在的权利的 你不能打压他们 限制他们 但是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引导整个社会的一个主流的价值取向 对于青少年来讲 可能家长很重要 还有就是学校教育 对吧 然后政府部门的引导 还有就是这个媒体创作机构 他们的引导 你觉得这个电视剧里面小鲜肉太多了 那你可以拍摄一些硬汉形象的一些作品 对吧 也会有人看的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战狼2的票房怎么样 50多亿人民币 对吧 这就是硬汉 好莱坞式的硬汉形象 虽然它里边赋予了民族主义 爱国的精神的元素 但是它是整个包装 甚至制作 都是跟好莱坞学的 对吧 吴京拍战狼2的时候 跑了美国 好莱坞跑了好多次 对吧 就是跟他们去合作 所以说它是一个好莱坞大片的形式 来拍的战狼2 它照样不是很火 大家很喜欢吗 但是如果我们光看 国民日报报道 好像是全民都特别喜欢小鲜肉 特别喜欢美少年 喜欢这种阴柔的娘娘腔 这种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审美 不同的喜好 同样的存在于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成熟的社会 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由政府来规定 年轻人 你只能喜欢哪个 不能喜欢哪个 那这个社会就不是个健康的社会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所谓的这种引导 它不是强制的灌输某种意识形态 而今天在学校里边 包括在社会上 包括在电视媒体 党媒姓党 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 完全在灌输某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充满了阶级斗争 充满了强权的思维 甚至是扭曲历史 这样的一种洗脑教育 引导可以 但是在中国 这个引导就变味了 这个引导就变成了洗脑 变成了一种强行灌输的教条 为什么《光明日报》会连续不停的去批判 单美作品 单改剧 实际上理由他们已经讲出来了 他就是要弘扬主旋律 他发现这个单美剧 太多人喜欢看了 影响到了他们去给大家洗脑 给大家灌输红色思想的 这样的一个主旋律的 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 这影响到他们的洗脑教育了 所以说他们才去批判的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而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关心青少年 你们的健康成长 并不是 他们对这个青少年的毒害 远远超过这些单美剧 单美作品 对青少年的毒害 对吧 青少年不会被单美剧毒害 反而会被政府这种 法西斯式的 这种强权的意识 仇恨教育 然后扭曲事实 被这种洗脑所毒害 之后一个个都变成红卫兵了 都变成义和团了 对吧 都变成小粉红了 这才是毒害 第三点我想强调的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意识到了 就是为什么这些小众文化 慢慢的有点像主流文化靠拢 为什么会变成了大家都喜爱看的 特别是年轻人 特别是女性观众 特别喜欢看的这个节目 就是这种作品 它其实是在过去一直以来 是远离敏感题材的 它也远离敏感话题 因为里边很多是虚构的 很多是玄幻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真正的好作品 在中国是无法存在的 中国是处处都有严格的审查 这种审查是审美的审查 思想的审查 话题的审查 敏感词的审查 不管是网络审查 出版审查 电影电视剧审查 你必须强调政治正确 而这个政治正确往往又是模糊的 就是什么东西你都不能碰 你碰了 就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电影你甚至不能说警察是黑警 然后坏人其实有好的一面 这些东西会受到非常严格的审查 比如说美国出的很多非常优秀的电视剧 什么纸牌屋 新闻编辑室 或者是权力的游戏 再或者很多好莱坞的科幻片 还有就是日韩的一些警匪片 一些伦理片 对吧 揭露社会黑暗的 然后反思人性丑陋的 很多东西 可以说这些作品 就是我看过的很多作品 根本不可能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查 所以说中国这种严格的审查 它强烈的打击了创作的积极性 还有就是在这种创意产业当中的 这种想象力 因为你不能有想象力 你的想象力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 你的想象力是发挥不出来的 你要天天想着是 我怎么能够通过审核 而不是怎么想着说 我这个东西是好作品 或者是观众会喜欢这个作品 我曾经看过江文拍的鬼子来了 这个电影的一个剧本的审核 就是广电总局批改 这个剧本的一个文字 我看了之后都看啥了 就是从电影一开始 就每一个台词 每一句话 每一个场景 几乎都是由广电总局的 这个审查 进行批改 然后说这不行 那不行 鬼子进村了 你这个中国人的表情 怎么能笑呢 不能笑 你村民不能露出笑容 这就是这个国内总局 就告诉这个江文 你这个电影应该怎么拍 最后我想这江文看了之后 可能会气疯了 就说还干脆你们 国内总局去拍得了 对吧 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删改的 简直面目全非了已经 当然这个电影 最后还是拍摄成功了 只不过在中国是被禁了 是被查禁了 没有能够通过审核 就是这种无孔不入的审查 和政府所拥有的审查的 这种无上权利 或者封杀你的无上权利 这本身就是一个 专制社会的一个表现 所以导致于什么问题呢 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在这个领域 充满了盗版 充满了抄袭 当然这些东西 也有其他的原因会出现 肯定这也是 跟中国的一种 独裁体制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认为文艺创作 也是社会主义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说 共产党要控制人们的思想 其实这些国内总局 要网信办的这些审查员 他们就是思想警察 说白了 还是害怕人们有独立的思想 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 他们就会发现 他们作为纳税人 他们有权利去监督政府 有权利去选择政府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动摇共产党的 这个执政的基础 所以说他除了用武力手段 去镇压反抗力量以外 他要通过洗脑的方式 限制人们看到的 听到的 想到的 这些东西来维稳 所以在这么一个 稳定压倒一切的一个国家 然后有些企业说 我要盈利 以盈利为目的 去做一些 去创作一些作品 去拍一些电视剧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被打击 因为这跟这个国情不符 就为什么光明日报里面 强调很清楚 说这些拍摄的这些组织 他们要 以社会的这个效益 作为第一位 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其实这种话 一说出来 我们就立刻知道了 这就是反资本主义 反自由市场经济的 一个企业去拍电视 赚了钱或者投了资 居然还在 光明日报的这个文章里 成了罪过了 而且还让他们 不要以盈利为首要目的 那请问我一个民营企业 我怎么以社会效益 作为一个首要的目的呢 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对不对 我又不是NGO 我又不是政府部门 对吧 我是一个做生意的 然后你告诉我 一个做生意的商人 你要以社会效益 为首要目的 不要以挣钱为目的 社会效益 这个本身 也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党说这个符合社会效益 就符合社会效益 党说这个违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他就违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还是要听党 现在很多的企业 都是有党支部的 他就是要把 所有的企业管起来 即使是民营企业 即使是民营资本 民营经济 所以我们看到 党媒的连篇累读的 这样的警告 跟限制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知道 未来对这一方面的打压 一定会出现 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 甚至把所谓的资本 给挑出来 当做一个打击的对象 什么是资本 资本是什么东西 是主力的 对吧 是要产生效益的 是要赚钱的 这个资本正是带动 中国这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的成绩的 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而今天把这个驱动力 反而当做一个打击的对象 什么什么都是资本的阴谋 什么什么都是资本的阴谋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 当然就要回到 社会主义国家了 当然就回到 曾经讲基地斗争的 消灭资产阶级的 那样的一个文革 语境下的红色中国 这期的节目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